刚刚这两段的话 我把它放云端上面 清除框线有另外一种写法 除了用colorindex colorindex等于没有 colorindex等于没有之外的话 另外还有一种是叫lifestyle等于没有 两种方法都可以 也都是清除框线 colorindex或者lifestyle lifestyle就是线条样式 如果说我今天要把它画双线 我刚刚讲这一条要画 这一条要画的话怎么办 这部分你可能要加两行程式 一行是什么 一行是画这一条线 一行是画这一条线 那怎么样去加呢 首先的话我们一样 需要在底下加一个按钮 所以一个按钮对应到就是一个sup 所以sup的部分我要写出来 那sup名称的话 也许我就拿这个来改 比较快一点 这个把它复制过来 然后名称也许叫什么 叫加框线 然后叫什么 红色 红色双线 反正这名称可以自己取 再enter一下 这样的话就又建一个sup了 所以一个sup就对应到一个按钮 反正这个概念以后就大家固定这样的流程 然后按个tab之后的话 那首先第一行一定也是这个 加框线实线这个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要先画这一条线 可是问题来了 我们前面都是怎么样呢 都是整个画 可是如果今天需要什么 只画什么 只画这个范围的下面这一条线的话 这个范围的下面 所以第一个你要先跟他讲说这个范围 哪个范围呢 就是 我把它enter一下 就是我们从A1到H1 所以这边的话 我就把这拿来复制来改比较快 A1到H1 这个范围的框线 点boulder 所以打一个boulders的框线 然后点它的什么呢 不是color color已经是有红色的 我们已经有给红色线了 我们现在是什么 主要是要把它的框线变成两条线 可是问题来特别注意 如果你今天是用boulders的话 指的是这个范围的所有线条 那可是问题 我只要这个范围的下面这一条线的话 那关键来了 如果你要下面那一条线的话 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请你在boulders加一个前刮户 前刮户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它意思是说 这个boulders里面有很多条线 请问一下你要指的是哪一条线 我们是要底下那一条线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是有什么 有这个edge edge指的是边边的什么 底下那条线 所以你会发现 那这边有个xl edge的button 指的是下面一条线 那顾名思想 laps左边嘛 右边上面 有没有 甚至还有什么垂直线 不过我们不管 先找什么edge button 这个指的是这个范围的下面这一条线 好 要做什么后刮户一下 特别注意多一个什么呢 在boulders后面加一个跟他讲说哪一条线的讯息 所以这边等于是多一个参数 就是如果你不加就全部的线 如果你加了之后呢 那意思是说这个框线里面的哪一条线的意思 然后再来做什么呢 跟他讲说我的线条样式要变成双线 接下来的话线条样式是哪一个呢 其中猜得猜得出了吧 哪一个 lifestyle 有没有 lifestyle就是线条的样式嘛 不就是样式 等于什么呢 这边后面加一个等于 那你跟他讲说双线 那双线的话呢 后面就加一个什么 xl 双线嘛 double 这样就可以了 OK 我有同学会说 老师那我怎么知道是xl double呢 不是其他的英文 其实教会有个方法 一样嘛 如果你不会的话 还记得吧 你可以呼叫什么 官方的说明档里面就有了 按F1 在lifestyle上面按F1 它一样会跳出说明 那这个地方我怎么查的 我教各位 你会发现它这边会出现lifestyle的属性 然后底下的话 这边有个lifestyle xl lifestyle嘛 你就按这个说 这个有个连结嘛 你点进去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 这边就有很多线 连续线就是xl continue OK 然后呢 这边有个虚线 其中的话有一条双线 就是xl double 那我就拿这个来 把它放在那个等号后面 另外呢 其实如果说你不要用这个xl double 其实你可以用这个 -419 其实也可以 你可以用词 也可以用那个名称 两个都可以 我一般当然 比较建议是用这个 因为这相对比较好记 好 那我们做完之后的话 就可以来run它看看 把它执行一下 你会发现这条线就出来了 那再来的话 这条线的右边怎么做 其实一样的道理哦 所以如果你这边会的话 下面这边哦 有没有 其实只要稍微改动一下 比如说什么 A1到多少呢 到A7 对不对 所以这边的话把A加个7 然后呢 点什么呢 一样是boulders boulders 有没有 那哪一条线呢 这个范围的 哎 右边这一条线 这个范围的右边 应该哪一个 右边嘛 你看关键字嘛 就这个 xl h right 有没有 右边那一条线哦 OK 来把它点一下 然后后瓜糊加一下 一样嘛 而且后面都一样 所以你就把它点lightstyle等于x的double 把它复制下来不就OK了 看得懂意思吧 把它实行给各位看一下 所以他一样嘛 画完之后 画这一条 再画这一条 看一下 这样就大功告成了 所以哦 以后还有别的啦 其实 请各位就如法泡斥一下吧 就是 如果你要再画其他线 甚至你要把其他部分换颜色 都一样的道理 也就将来 如果你报表要列印之前 请你用类似的方法 把你的报表的画框线自动画一下 画面再还给各位试一下 就是这两行 OK 画面切还给各位 好 试一下